谢谢,先生。 Steven Crocker博士刚刚也谈到了,那这就是ICANN的学会。那我非常高兴这个学会成立了。今天早上呢,我也参加了新学员的会议,来欢迎新成员加入了ICANN的社群众来。现在我要说英文。 ICANN的多力相关方模型呢,也在全球招募学员。 只要你有合作的精神,有热情,你愿意加入到这个社群中来的话,不论你的背景如何,你的兴趣如何都可以参与进来。 他们,这些学员呢,都愿意花新的时间,真正的学习整个流程。 他们把他们的兴趣和观点都融入到我们的工作中来,他们关注对话,从而实现我们在互联网政策制定方面的共识。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座各位社群,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们来界定这个社群和学会。我们的确有很多问题,我们希望在座各位能够参与到整个学会的成立中来加强合作和协调。 我们也邀请所有的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和支持组织的领导人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 特别是在ICAN第49次会议中,把你们的建议加入进来,请大家参与进来,提出你们的看法,加强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来进一步促进这样一个自下而上的多力相关方模型的进一步发展,确保它能够成功。 那我现在要再说法语。 法语是我的母语,所以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说法语的。 英语,语言是非常重要的,英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语言,但是我现在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听懂我的意思,所以我说法语。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为什么我要使用其他的语言,那尽管我的母语不是西班牙语,我的母语不是英语,我还是使用了各种各样其他的语言。 那我在这里呢,想感谢社群的工作,我想欢迎所有的新成员参与到ICON会议中来。 感谢那些已经参与到ICON会议15年的同事们,感谢你们的参与,欢迎。 感谢Steven给我机会做演讲,谢谢。 谢谢大家。 。 Sebastian, merci。 Sebastian,谢谢。 Gracias, merci。 Thank you. 谢谢。 謝謝